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029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到这里为止还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说因为没有将唐叔宰相世系的姓名按原序列列出 的确是苛刻了一点 但也勉强可以说得过去 可除了周冠心意和唐叔宰相世系这两题之外 另外一题皇上对莫子名鬼中的一节的议论被考官判粗 那就说不过去了 这也就是张早教苦的原因所在 正常来说在格式中 考生但凡能将题目的出处准确找出 并准确写出了上下文 之后的论只要不是写的太差 有犯会或是白字 一般考官是不会穷究内容的 毕竟能被推荐参加智科都是当事有名的才子 至少才学卓艺超出同辈 并不比名列三管密格的考官稍训 有的考生在如林中的名气 甚至远在考官们之上 考生的论点与考官抵触究竟是谁对谁错 根本都扯不清 难道说那些文明于世的大儒参加智科 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还要得到三管中的官僚认同不成 放在是直言即见可 更是皇帝都要顶一顶 与考官不是一个路数 再正常不过 能将格式中刁难人的题目全都找出出处 写明上下文已经足以证明考生的能力了 可这一回三管密格的考官偏偏将皇上写对了出处 写明了上下文的一道论判了错 在张早看来 皇上的这一篇论 除了论点异于心学偏进气学之外 并没有别的问题 也没有犯会 文采也算得上不错 不说有多么出色 但以其他人的论述做比较 已经足以通过了 试卷从张早韩将的手中传给了韩刚 韩刚看了一下之后 神色立刻就变了 韩刚铁定要闹事了 这是张早看见韩刚阅卷表情后的第一个念头 于坤 他试探的小心问道 韩将也是一顺不顺的盯着韩刚 韩刚要是想为皇上讨公道 必然会拿着通过的三人的试卷做比较 这样一来 他们两人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这最后两题的出处是在哪里 在韩将张早的盯事中 韩刚忽然抬头问道 略显阴冷的神情又恢复如常 一题出自春秋公阳赚著书 另一题是出自令月的周冠心意 于坤你应该知道吧 张早指了指传到韩刚手中的试卷 韩刚的确是明知故问 看到前面的几份考卷 尤其是参考已经通过的三人的考卷 已经能让他明了题目的出处了 一个出自唐代徐言的著作 春秋公阳传著书中的书 春秋是鲁国国史为孔子编修 是位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公阳传是流传下来的春秋最早 也最重要的三家著书之一 为公阳高所著 汉代和修的春秋公阳解枯 是公阳传的著 是著士的著士 而徐言所作的书 便是著士的著士的著士 出自于此 又加上前后颠倒 改换巨斗的暗数 能靠自己找出出处 难度不低 另一题则是出自周冠心意 虽然是金人的著作 也就是王安石所著 但这的确是得到官方认定的 荆棘著书之一 不过在张早看来 这一题虽说是暗数 未免扭曲得太过分了 八个字中 有四个无意义的著词 这样鬼才能够猜得到 这一题皇上没有做出来 通过的三人中 陈欢和李一芝也没有做出来 倒是张早推荐的宋莲做出来了 这六题分别出自 经史与古人金人的著书 韩刚指着士卷 对韩将张早说着 平静的脸上看不出愤怒 说起来崇文院的几位 的确是煞费苦心 韩将默然不语 张早点点头 皆在等待韩刚的下吻 不过 这是贤良方正 能直言极见 才时兼茂名语体用 两颗的考题吧 君某远红财任 编辑可的考题 在哪里呢 皇上已经到家了 刚刚进门 妻子便带着家中的婢女 迎了上来 一如平日闲静的 帮皇上更衣 带妻子安静的 取走外袍 皇上问道 怎么不问考得如何 官人考得如何 皇上妻子的问话漫不经心 精神像是全放在皇上 汗湿的内衣上 皇上微微一笑 叹道 总算是考完了 他接下来要做的 便是换件衣服 在家中等待消息 消息来得不会太迟 就像方才 与他一同出皇城来的 其他参加格式的考生一样 在家里等待着 自己的命运被决定 与皇上一起参加考试的 十余位考生 似乎都没有什么 想与人交流的思想 离开了皇城后 相互间便匆匆打了个招呼 然后分道扬镳 就算有把握通过格式 之后还有一场浴室 等着他们 一众考生既没有心情 也没有时间 与竞争者交流 与通过了礼布式 便已经确定了 近视资格不同 仅仅通过格式 并不代表拿到了 智科出身的资格 大多数通过格式的考生 最后在预示中 依然还会落榜 以第五等的评价 成为失败者 想要一个第四等 难如登天 第三等 开国以来 更是只有两个人得到 有时间结交对手 还不如回去复习应试呢 博士肯定能够通过格式的 帮着皇上更衣的一名小女逼 叽叽喳喳 皇上笑了 问着家养的小女逼 何以见得 有小韩相公推荐 博士的学问还用说吗 那可说不定 能进格式的 都是有两府的相公推荐的 小女逼摇头表示不幸 他们哪比得上小韩相公 单个儿比不上 但下面有人呢 皇上轻声叹着 都说上面有人 但下面有人才是最为可畏的 太祖皇帝黄袍加身 何曾是靠了上面 一边想着 皇上一边听着妻子的吩咐 将湿透了的内伤 从身上拨了下来 怎么出这么多汗呢 皇上妻子抖了抖 刚刚剥下来的内伤 全都是汗水 小女逼也慌忙 端了热饮子来 让皇上端着 自己则拿着一块干布 替皇上擦着背后的汗 一时急的满身汗了 皇上喝了一口热饮子 一股子暖意 从喉间传到了全身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笑道 也幸好就这么一场 这样的格式 维夫可不想再有第二次 在经过了这一场格式之后 皇上像是刚从水里 被捞上了一样 内伤的前后筋 都已经为汗水湿透 方才在冷风地里一吹 便浑身发冷 只是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在室内时的憋闷 便被一扫而空 虽然仅仅是完成了格式 他却像是泄去了心中的快乐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不少 成与不成 就等考官们如何评判 一时之间 皇上也不想太放在心上 是题目太难了吗 的确有难的 皇上在妻子面前 一向坦然 等着常年在外游学的自己 在家中一直毫无怨言 侍奉旧姑 礼敬凶嫂 这样的妻子 让他极为敬重 不过让为夫为难的 可不是那难题啊 那是什么为难呢 王平章和韩参政 考仲和楚落 为夫在这两边都有些为难 为什么 皇上的妻子 疑惑地睁大眼睛望着丈夫 虽然妻子容貌普通 年岁已长 但不经意间的神情 还是让皇上心头一颤 轻轻握了一下妻子 更在为他套上了一件 心解衣的手 王平章 韩参政 这对翁婿 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王平章如今世大 崇文院中都是他的人 若是为夫不从其学 就只能引恨荆轻柯 而韩参政的气学 有堂皇大家的气象 正与为夫相合 平常怎么写都无所谓 但今天 偏偏遇上考题 要两边选一边 为夫 可是为难了许久啊 在皇上去做 留到最后的一道题 选择如何回答时 他苦思半日 最后还是决定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而不是屈从于实论 不论当军科举 是否以新学为规稿 使得无论何家学派的共生 都必须对其低头 在智举的格式上 皇上并不打算依从新学的见解 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除了这一道题之外 还有一道题 皇上无法确定出处 其他四题中 皇上有三题 还是很有把握的 皇上唯一没有确定出处的一题 在短短两个四字句中 竟有一半是注词 想要通过被注词分割 且顺序与原文完全不同的四个字 来找出出处 未免太过于为难人 皇上在这一道题中 充分体会到了出题人的恶意 看了两遍之后 便聪明地选择了放弃 剩下的一道题做出来 却没有把握的一题 是要他列出七十余名 唐使宰相的名单 明显的又是出题人 想要为难考生 皇上虽然全都写出来了 但还是有些没有把握 从出题人的角度来看 多半名单的顺序 也会是评判的依据 否则这道题 也没有太高的难度了 在有一道题没有做出来 一道题又缺乏把握的情况下 皇上面对论点 要在心学和气学之间 选择落足点的时候 还是选择了坚持自己的见解 讨重至科 日后便能够高观显幻 由此回报对自己栽培多年的寒纲 但在气学和心学之间 不畏权势坚持己见 也是一个回报 如果委屈求全 如何面对一例宣讲气学的寒纲呢 今天能为了遇事的名额 屈从心学 日后也有可能为了前途而背叛气学 与其这样一步步的发展下去 不如现在就坚定想法 原来如此 皇上的妻子点着头 手脚麻利的给皇上套上了在家穿的外套 看起来完全没有在意 君子行事 言不苟行不苟容 与其取己意 媚上官 还不如长书兄义 如此方能还韩参政恩德之万一 皇上不怕多话费尽口舌 也要跟妻子说明 官人说的是 皇上的妻子帮丈夫整理着金口 听到后面便屈膝道了声万福 正该如此 奴家虽然读书少 但也知道知恩图报四个字 既然要在韩参政和王平章中间选一个 那根本没有什么要多想的 看来妻子是不在意 这让皇上放下心来 比起外面的风波 宁静的家中 是皇上最是安心的地方 而且现在也不一定说肯定过不去 就不知那位眼神阴冷的主考 是否会畏惧心尽参之正事的权势 使馆修传 简州府的眼神 是有名的阴森 加上过于瘦削的脸颊 站在房屋的一角 都不用说话 直接就能将小孩子给吓得哭不出声来 当年他在御史台几次奉旨审案 都是痛痛快快的就将事情给办下来了 犯人如竹筒倒豆子一般说着口供 这与简州府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表情不无关系 他现在脸上依然阴气森森 只是面对他的是日常相伴的同僚 都吓不到人 简州府指着手中的一份考卷 这份卷子写得不错 六题写出了五题 就是这一条论不对 五题 谁这么能耐啊 几名考官一起拥过来 仔细地读了起来 跳过了唯一一道被跳过的地方 翻看每一题的回答 这张卷子的主人 其实在诗卷中将个题的出处全都指明了 论似乎是差了一点啊 一个人皱着眉头 不仅仅是差 议论的方向错了 前周府摇着头 的确是错了 另一个人附和着他道 王平璋肯定不会答应 可要将之判粗 其局主能答应吗 又有一个人在旁边问道 王平璋更近一点 简州府笑容一笑即收 又恢复其木染 阴森的外在表情 这就两条了 其他都没有问题吗 没问题了 第一个人点头 不 还有一条 前周府低声道 这一条 人名的顺序错了 前周府少年时 与范镇和颜为不一交 但范镇和颜显达之后 前周府却雷考不中 最后是通过特奏名入关 之后才考中的进士 比起西年老友迟了不知多少年 如今他已近六旬 距离众臣的班列依然遥远 但前周府在昭文馆 使馆 集贤院和密阁 这三馆一阁组成的崇文院中 算是老前辈 说话有些分量 而朝廷任士也往往先选择他这种老成稳重的三馆中人来主持 一来二去 倒是威望日高 这一回的主考 就是看在前周府的年纪和才史 这是朝廷任用他的主因 这就三题了 都判粗的话 此人可就要被刷落了 朝廷开智科 其用意各位应该明白 不可让滥仪充数者充斥朝堂 我等才会奉旨参与支阁事 智科只待当事大贤宁缺勿滥 但凡可判可不判的错处 全都算成错误 没有必要保全 简州府坚定的说着 不过他已经看出这份试卷的主人 虽然有迷风官 但看了几眼之后 试卷的归属很容易就能够确定 这一次的智科总共就十几个人 不是数千人参加的晋试课 要想一卷卷的对应上 也不会很难 在这一次的考试中 皇上的答案中规中矩 在十二人中排在前列 但不论是什么样的作品 即使再完美 只要有心去找 总能找到错处 而这一次不是简单的错误 但这是皇上的卷子呀 一名考官探讨 简州府顿时瞪起了眼睛 我等奉旨兼考 难道首先考虑的不是完成太后交托的任务 崇文院是天子的处才之地 也是朝中最为清药之处 难道要畏惧于参政 王平章如何会让他的女婿当面大成雄威呀 简州府一点都不怕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1029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之天下》第1030集 《载之天》第102集 《载之天下》第103集 《载之天》第103集 《载之天》第103集